各位朋友 歡迎來到恐怖粒鐘的晚上 今天是星期三 昨晚打風打不成 大家想著會打風 原來是打不成 打不成好 打不成做 很少人跟我們唱反調 打 打 5時多才打 人們都放了工作 不會理會 有些人開夜晚的 酒吧那些 酒吧開的 八號風球 開的 我真的不知道 當然了 酒吧開的 食肆的很多都開的 剛才我還沒做節目的時候 那天某人 麥克剛才說哪個很好笑 她等下跟我說 今天自己做嗎 我說不是 跟Icy做 她說 那個大幫妹來想 哈哈哈哈 然後我說 蛤 為什麼沒有人有新花朵 那大幫妹說 她有些是真的還是假 我怎麼知道 為什麼會問你 我真的不知道 你問我 我怎麼真的搞 然後我就告訴你 不是我說 這個花朵 我從來不會這樣叫人 我從來沒聽過叫人 不可以一個人這樣說 因為現在亂說是被人罵的 上幾個星期在Facebook 做什麼 阿錢錢看見那張照片在沙灘 我只留了一句 我說我想和你拍照 我喜歡你很孝 然後那些人在瘋狂罵 人家拍了沙灘照片 又說人家孝 不斷在說 要不需要截圖 放上網 主持人幫你說你敢說話 我心想 我快點跟他爭論 然後我心想 你不放 我管得你截會什麼圖 所以你喜歡人家唯一的優點 就是孝 那我真的 我只是說出內心的說話 最好笑 當事人都沒有罵我 然後那些人真的罵我 那我怎麼知道 會不會跟你說你是大幫妹 然後你不罵我 然後瘋狂的樓下等你 那些粉絲 會的 會的 你不要這樣說我 那些粉絲就在樓下等你 樓下等我 怎麼知道會不會亂說話 我心想說的不是我說的 我轉述而已 我轉述而已 還有 有用過報紙這些 是嗎 即是每個人都馬上知道有什麼 你出一出之後 你寫到 寫到 寫到什麼 是嗎 我想說 自從新聞出了之後 不是說沒有人追 最近真的有些人追 發生什麼事 真的出新聞有用 除了這個 公開之外 其實他們的流行很多 始終報紙裏面刊登的東西 他們的流行很多 所以 其實 人都知道 D級 這樣 這樣 很大 D ABCD D Yoyo的ABCD EFG G 說真的 你不要說我講話 夠 他在講什麼 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我從來都不會看別人這些 大緊的 會親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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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那些小見 就覺得 嘩 那些 基本事 這些 基本事 基本事 這些 以後就沒有自卑 立刻不聽LINE 我開玩笑而已 又是這樣 誰有本事 手仔這麼小 我今天 浪費了一分鐘 先介紹一件事 我朋友送給我 什麼 好像很棒 有個美女送給我 我經常熱 有時候逛街 我經常拿著 一邊紙巾 一邊毛巾 一邊走 一邊抹汗 對 你好像手筋仔 我把手筋仔插在屎窟那裡 真的 嘻嘻手筋仔 我一插在一幕 夏天就是這樣 因為天氣很熱 然後 我又試過買風扇 總之一出門口就拿風扇 一直吹出來 但覺得很煩 風扇很重 那些招巴的東西 很招巴 我發現了一個叮噹的日子看 就是這樣的 竹蜻蜓 竹蜻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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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正在呢 你知道嗎 這個行不行嗎 夠不夠力嗎 可以啊 你插在這裡 怎樣可以開到它 我正在想怎樣開 就是 剛才開到 你怎麼有鬼 你走一來都不可以的 我剛才試過 總之 可以可以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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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東西 沒事 都很高 沒事 他這樣轉 我弄壞了 他可能有風的時候就不穿 有風的時候就穿 好像電筒那些 我不知道 你有光的時候 他就會穿 一元出來就插進去 真的會疏乾 這個 有時吃東西就吃了五頭大汗 在那裡吹 而且你不用煩 你真的有個袋子 這個也不會小 還在轉 挺好 這個 這個只是幾十元 我想不知道 有二十元 淘寶應該很便宜 我不知道 可能法國製造 是 JAM哥曬命 不是曬命 這些 真的沒有人發熱 整身都汗 我常常 袋子裡有兩三件衣服 回到公司就馬上換一件 有沒有那麼誇張 靜不靜音 靜不靜音 靜的 你聽到有風聲嗎 你聽到有風聲嗎 沒有 立即買 說真的不是開玩笑 有時夏天 女兒 立即有人說 有沒有人要 打個一字 打數幾個 你逛街那些 有時穿的裙子 你脖底濕了 很醜 你不是趁別人的時候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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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有一個 好笑的 你知不知道 裡面可以泵氣 但你知不知道 泵氣的原理是怎樣 你要這樣 然後他就會變大 親沒有人見到的時候 今天看到你很開心 然後他會變大 裡面有一個不知什麼 是泵氣的東西 他會幫你墊高 我們想像一下 如果你在酒店 突然看到他就OK 很開心 很興奮 很興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興奮 別笑 但你不要笑 有時有人買的 很多日本人很喜歡設計 還有我今天 我來之前看新聞 新聞有一個不知 警察在這裡說 最近騙案 有什麼騙案 說自己在哈利王子 叫人入錢 等錢洗 叫人入幾十萬 然後警察就說 見到那個女生 就叫他不要 被人騙 那女生還說 他怎麼騙我 還投訴你 你再阻止我回錢 警察就說不行 就算是投訴我 好像是有聽過這件事 後來他統計了出來 所以做人不要不讀書 糟糕 真的不要不讀書 要讀到什麼程度 才會知道我這些是醜片 全部騙圖成功的 都是用英文 是啊 你又廣東話騙人是不行的 但是 你用英文 等一下 他的知識水平真的很高 認識所有英文才是這樣的 不是 知識水平不高的 你在外國走單差問題 都會用英文的 不是 我想如果你要流利溝通的話 你應該也要讀過下一書 然後你才知道英文是什麼 現在香港人很多人不懂英文 我不知道 都知道你不懂英文 你想做變途也沒有本事 因為有人拿到東西 你總之騙錢就一定要講英文 什麼都要講英文 你不要講中文騙錢 就是一定不信你 所以 我們作惡寶 我們作惡寶英文 然後就是騙錢 OK 說兩句 說到天光我們都找不到二十雞 是不是 你打算是要找自己的樣子 還是找不知誰的樣子 那我那個樣子OK 我還回自己的樣子 然後你說你是什麼王子 Photoshop改一改 你什麼王子 我想了 我是月王歐錢的兒子 月王歐錢的傳人 歐斌 我欲賓了 我欲賓了 我欠點錢去湖北拿回月王歐錢見 然後臥心常代之後 就可以幫我常買 這次打機的名字 不是怎樣 我今晚說什麼 OK啊 笑我先 有沒有看到鬼 那個節目是這樣的 你先看你口不恐怖 少少 笑我先 你覺得要給了幾元 那些集數幾元 你一百多元你覺得 有時候不划算 你笑一笑 甜一甜 再說 就是玩兩尾 這個是我們的特色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因為你沒有話說 想一些話 跟你一起說 不是啊 我們夾過的 這些笑話多 我們量了整個星期 你以為開口成文 一說這麼好笑 那我們不用做了 說嘟嘟笑 出去是不是 量了 有便宜 有便宜 但不用給錢買 我們今天說什麼 我們先轉通 大家 我們先形容 鬼折 鬼折 最害怕見到什麼鬼 真的 鬼折最害怕 我是最怕小朋友 因為我覺得那種 他真的打算跟你玩 或者弄你 他是沒有心去嚇你 我覺得是 最害怕小朋友 最害怕被人玩 我覺得鬼折最害怕 就是兩種鬼 一種就是找替身 找替身 就是拿你命 最容易找替身的地方 當然是水 你在街上 例如有隻鬼折身 他推你去馬路 可能我都站得住 撐住 他推多幾下 可能沒有能力 但水裡面 他之後拔一拔你 可能分多鐘 你搓一搓的時候 就拜拜 就立刻拿正 就是拿星王正 今晚就是講一些水鬼 但水鬼不一定是在海裡 通常人們都說 晚上在海裡有水鬼 其實我今晚說的水鬼 是一些不是在海裡的水鬼 都是在水裡死的 今晚我講什麼呢 講一些不同地方 我們先講一下香港 我想了很久 究竟我見過水鬼的地方有哪幾個 如果你立刻叫我去想 我想了兩個 第一個就是近年少少在北潭沖的河裡跟你去過 有一條河 跟你去過 在哪裡 去過的 有Jacqueline 即是第29區還是19區 是的 忘記了 在那裡看過 我知道那裡死過人 但另一個早一點 我在小時候都知道那些地方挺恐怖 但我想說出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童年回憶 因為我剛剛發了個帖子 在極度深行的群組裡面 關於一些舊式的 異童樂園 異童遊樂場裡面的 那些叫什麼 不是玩具 那些叫什麼 異童遊樂場 波波池 那些叫什麼 爬梯架 千秋 遊樂場 設施 設施 遊樂設施 我已經想到那個字了 先看一下圖片 我發現了 我小時候 有一個地方 那裡確實是極度猛鬼 我之前節目講過 但沒有講得那麼細節 我再講一講 在哪裡 這裡就是牛頭角 那個地方很隱蔽 其實不是那麼多人去過 是那些街童 以前牛頭角住的那些人才知道 那我今天講的 那是屋村的遊樂場 屋村遊樂場 旁邊 再走遠一點 山邊 有一個地方 是碉堡 就是在德堡 花園斜對面 現在的彩霞村下面 山坡裡面有一個碉堡 那它在哪個位置呢 其實那個碉堡 應該是日軍年代 就用到近這20年才拆了 那如果你在彩虹村 平石村 麗征 甚至牛頭角下村 上村 住一帶的人 很可能你都會去過這個地方 是 現在你看到 右手邊下面就是牛頭角 觀塘道 好早期 左手邊就是桃發大同 聽過桃發大同嗎 沒聽過 沒聽過桃發大同 是工廠來的 當時出了很多不同的產品 也有出紙 那你見到 那個巴士 左手邊 是 有一個斜坡 是 上去就是我今天想說的 那個地方的古堡 嗯 那個古堡是怎樣的呢 其實呢 就是在現在途中這個位置 山邊 你見到那個山嗎 是 它以前是一個石礦牆的 石礦牆下面就建了一個 雕堡 應該是一些日軍以前建的 炮台有些雕堡 很高的 要爬上去的 很大的 以前我們走過來都要沿著山邊 現在途中圈 已經拆了 已經建了一些住宅區 雕堡是否類似 摩星嶺上面那個 是 大很多 是嗎 我覺得摩星嶺那個也很大的 不是 摩星嶺那個是一層 是 它那個是一層兩三層高的 你在樓上掉下來你會死 而且呢 它的雕堡呢 附近呢 有一個 因為它類似是一些 怎麼說呢 沙地來的 所以有些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很大的洞 就有一個水池浸在那裡 以前呢 我們小時候去就沒有落鐵絲網圍住 就可以隨時進去的 到後期呢 因為呢 太多人在那裡死 那些小朋友在那裡死 就開始用鐵絲網圍住 我們只要爬上鐵絲網 才可以進去 有人問 是否上次火燭的工業大廈那附近 是嗎 是那附近 是那附近 那裡的山邊 就是現在我途中圈住的這個位置 就是今天說第一宗 關於水鬼的事情 我小時候呢 接觸 浸死人呢 就在這個地方聽到的 是 那時候呢 我們去玩呢 那裡會有一個水池 但是呢 我們去的時候 就已經被人填平了 就是剩下一些很淺的水桶 就游不到水 以前原來那裡有一個很大的水桶 一下雨的時候 就有很多水 就淋在大桶上 那些人就可以去玩水 那些水深有多深度呢 有沒有說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去的時候 那裡已經很淺了 我小時候也很久以前 但是呢 附近那裡玩的那些人 那些街童 我們有時候會認識的 那他們呢 就流傳了一個鬼故 就是說 總之鬼節什麼 你就不要進去玩 還有呢 什麼時候不要進去玩水 他說裡面呢 有一隻鬼 那隻鬼 那隻鬼是一個小孩 那隻小孩呢 那隻小孩呢 他一到下雨時節呢 那水桶一滿了呢 又會在水面上 你會見到那隻小孩 在那裡打關斗 跳啊 走啊 在那裡飄啊 總之一直在那裡轉來轉去 好像想 你看到小孩玩得那麼開心 你也是小孩 你會走過去一起玩的嘛 是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會吸引你過去呢 就是死的 那我小時候呢 我就記得這個傳說 我們整班都聽過的 其實 蕭罕那些都聽過的 我們就不相信的 誰啊 個個個個地方都是死個人的 我們就照去玩 照爬上去那個堡壘玩 但是已經沒有圖片了 沒有人在那裡拍過照 因為那些人太窮了 附近我們以前 沒有相機的 那個雕堡裡面呢 其實挺恐怖的 形容一下究竟是怎樣的 它首先 你當一個三層高的堡壘 那些樓梯已經繞繞爛爛爛了 是石堆砌出來的 那你去到第一層的時候 你要有一些位置 你要爬上去才爬到第二層 因為你已經爛了 不知道是不是打仗的時候 還是怎樣爛了 那你爬到最高的一層裡面 上面呢 你還會看到一些頭盔 有些古靈精華的東西 放在裡面 就是電單車頭盔 還是打仗的頭盔 好像是打仗頭盔 就是刮的頭盔 而且為什麼那個雕堡建在那裡呢 其實就是這邊的山下面的位置 因為它是面向著啟德機場 可能是軍事重地 有什麼事就會開炮打那邊 應該不是香港人建的 還有那一帶應該以前是填海填出來的 應該這裡是原海 那裡不是填海的 不是嗎 不是填海 不是填海 不會很遠 我想去到現在啟業的位置 就是填海的填海區 那裡也挺恐怖的 其實晚上走過去的時候 有些人說看到日軍 看到一些鬼 但是最恐怖的不是那個雕堡 是那個雕堡前面有個水池 那裡除了有人看到有鬼 那隻牛仔跳來跳去 想拔下去死去 確實我看回報道 那些報紙 很無意中我看到 就在裡面死了兩三個小孩 還有很奇怪的 那些人下水死 很少說游游滑海水 突然之間死 我看回報道 通常那些人死 是一下水那一下 有兩個時段 他們會死得最離奇 和最容易的 一下水沒多久 立即沉下去 想救你也救不到 拔你也拔不上來 就像鬼拔腳 一拔就拔了你 是 總之一下水 你懂得游泳也好 你直接沉下去 有人想用手伸你上來 拔不上來 然後就不見了 你就突然抹頂 你在泳池浸 你也有時候浮了兩下 另一個情形就是 游完水 準備回到岸 那時候 然後上去 就滑一滑 腳跌回去 那一刻又浮不了上來 很奇怪 還有可能 也有一個巧合 就是 有一個地方 有人玩水 死過人 證明有危險性 有水玩 有另一些人 繼續去玩 又創造另一個危險性 大家都在那裏浸死 都可以這樣說 但你有沒有想到 深一層的事情就是 其實有水的地方 很多地方都有 要玩水 到處都要玩水 為什麼到處都浸不死 那裏都會不斷浸死人 首先你信不信 找替身的傳言 你覺得這個世界 會不會有人找替身 找替身 其實我真是半信半疑 因為我覺得 這件事不太容易 讓你一隻鬼去找替身 你想想 人鬼情未了 整個銀 都搞了這麼久 更何況你要拿一條人命 我覺得 中間一定是有些原因 可能是你之前害死了他 或者不知怎樣 跟他有些過節 又或者上一輩子 不知對他不住 或者怎樣 是不是停了 那才可以 不過看看是否停了 我自己有一個看法 我又覺得 未至於害死一個人 找替身 是這麼難的 但我覺得 可能要有幾個條件 第一 首先 那個人 當時 是真的 命中注定去到那個位置 運氣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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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撞到鬼節 撞到鬼節 撞到鬼節 當時 陰時陰月 陰年陰日 合同你的命 是五陰 五陰最悶 當日裡面 那隻鬼 又確實在陰氣裡面 最盛的時間 你撞到他 千鈞一發的機會 你就是被他問到腳 會不會是這樣 所以機會率真的很小 其實真的有 大家有沒有問題 看到嗎 看到嗎 我現在看到這個地方 山腳下面 就是一個碉堡 就是向著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去過 我相信 如果你在牛頭角住 有一段時間 你都可能會曾經說過 我去過這個碉堡 希望大家去新聞群組留言 去分享一下 你們看到有什麼鬼故 我就知道有個小孩 在水上面跳來跳去 另一個 關於水裡面的猛鬼地方 我盡量找一些沒有人說過的 出來說 又是洪水橋 又是哪裡 猛鬼地方在哪裡 又是洪水橋 怎麼都說了100年 都是洪水橋 算了 我今天說這個 就是在條頸嶺 接下來說這個 我看看下個圖片 你有沒有去過小夏威夷跟 沒有 小夏威夷跟 我很少走 我人都不運動 不好意思 問錯人 我早前 看看下個圖片 我早前去到這裏玩 但好像去年 晚上 有一輛單車 就經過這個地方 我那次去到這條勁的時候 這條陰陰的勁 去到中間的時候 我真的是天陰陰晚上去的 去到中間的位置的時候 上次那兩個單車友 有一個就不走 等等 等等 等一等一等 等一等 即你是踩單車去的 等一等 不要走著晚上 我們踩單車有些電筒 周圍在那裏照 他說不要照那裏 然後我坐在那裏看 我有沒有拍到拍到就回來播 那我上次有播了幾條片出來的 那看到什麼 我不知道幾集前 我忘記了 你看回吧 看回我的Facebook 那裏有個集數表 那我就站在中間那裏照右手邊 我一照上去就看到很多白色的東西 好像舉例 好像一百隻白鴿 在那些樹上突然之間消失了 即是拍到出來的 可以拍到這兩隻眼 Western embry 我忘記拍得到 agriculture 但是我看到白鴿 不停在 здесь散開 然後我朋友看到 左邊橋尾 parks 他說有一些那類 怎麼說 有些是理解的 一 是精靈的 компании 都站在那裏 坐在那裏 有一隻眼 Holo 所以 telescope 拍到那個眼鏡 紅色一些幾點幾點 那我就看到了 slide 我沒有留意 而這裏究竟有什麼歷史這麼猛鬼 我以為有水的地方就有猛鬼 就說有水鬼 每個人都不斷說 我就沒有理會 但我今天想做資料 關於飛海中的水鬼 我就到處找哪裏有猛鬼 居然有人說這裏猛鬼 究竟這裏發生什麼事 曾經有什麼歷史的事情 這裏下面是不是水來的 是 水來的 走出去可以看到日落黃昏 那些水流得急不急 下雨急 不下雨沒那麼急 走出去外面就會看到日落黃昏 很漂亮的 就是浪漫性地 浪漫滿屋那種 你有沒有看過 你有沒有看過 以前日本 一說就知道什麼年代出生 以前日本很流行的兩套片是實體的 有長假期加戀愛世紀 看過沒有 我記得中後聽過她的主題歌 怎樣的 我忘記了 這一下就撐不出來 那一首水晶蘋果 吳家祥 我忘記了 這麼久都不是這個年代 人們真的有按鈕 電視出過水晶蘋果的木村托災 送給松農子 然後市面上馬上有水晶蘋果掉了 然後馬上賣 真是賺錢 真是賺錢 賺錢又多容易 是這樣的 你製造一個潮流出來 各人買你的底褲 你就旺了 不好意思 不穿的 我不穿底褲 說回這件事 原來這條橋下面這個位置 是有歷史 而且確實曾經有一段時間 這裡是很猛鬼的 真的這件事不是太多人知道 話說 調頸嶺 人們說它是調頸嶺 因為這裡可以在調頸嶺 那邊走上去 坑口那邊走上去 1906年的時候 有一個加拿大人 名字叫做連尼 請下張照 叫做連尼 連尼在附近 山腳下面附近 開了一間叫做連尼麵粉廠 但是這個人是不懂得做生意的 他的名字叫做Alfred Harbert Wendley 就不懂得做生意 兩年之後 那個混蛋就破產了 就沒有了錢 那他沒有錢 你也知道 回加拿大水腳又軟 想著在香港 幹了一番大樹 做不到 那怎麼回到加拿大呢 於是他就在距離工廠 4月14日 在工廠距離差不多到里魚門外邊 就吊頸自盡 其實就 頭海的時候不是吊頸 那些人就說是吊頸 那些人就說 然後找回那間廠 其實有人在吊頸 在山領那裡 就叫做吊頸嶺 可不可以改為調頸嶺 有人是這樣說的 我覺得這個傳出來的 好像不知道哪裏正式的 好像根本就沒有這個名字 吊頸嶺 那為什麼叫做調頸嶺 我覺得是吊頸嶺 是嗎 我忘記哪裏有證明過 那為什麼說這個 這個夏威夷更 就是關這個吊頸嶺 為什麼關麵粉廠的年齡 關他什麼事 真的關他事 原來這個年齡當年 因為想做麵粉 你知道要用水 要拿水的時候 以前沒有自來水 要在山上吸引水 那他就在山上 就在剛才夏威夷經橋附近 山上裏剩下三個水壩 其實不是很大的 我看過的 剛好集中了水 令水可以經另一條路 下去山下 就是因為他集中了水 小水壩 所以那裏有一個儲水池 就變成天然的儲水池 很多年輕人就進去游泳 然後就在那裡玩 其實他又不是很長的 可能幾十米 闊 25米 但他深就去到48尺 48尺就是幾米 48英尺 很深 可以抹頂 可以抹頂 可以在水底打卡 然後 然後 那一塊地方 曾經被附近的人 就說他是一個猛鬼湖 而湖的附近 就放了兩邊 兩個牌子 就是南無阿里陀佛 真的要超渡 放得 這麼大 但我上次真的沒有 我看不到 因為我晚上去 也沒有到處去照 我也不知道他的背景 我看回很多歷史的報道 他有一年 類似夏天的鬼節 的時候 一年死了兩三個小孩 而且死是挺痛苦的 他死得挺慘的 就是 因為 剛才有一個小孩 四幾年 四九年 和平之後 就去那裡玩 玩玩一下 兩個人就在那裡游泳 他也好像俄詩一樣說 他一跳下水的時候 就馬上抹頂 然後馬上去救他 也找不到他 樹水潮很小 找不到他 找到翌日也找不到 整班人就等了兩三天 一條絲才放出來 也是把西瓜放出來 其實他的朋友 當時也很大 其實也是十七八歲 你有沒有看到 其中有一個 你看看這個 這個是另一個死的 即是都是在同一個地方 是啊 兩個都找不到 這個 一跌下去 就想撐他上來 撐不到 然後就自己撐下去 所以那些人就說 那裡很猛鬼 然後就開始放些 不知道是不是放些 南無阿彌陀佛的東西上去 然後 然後 短短續續很多年 就很多人都會覺得 這裡是猛鬼 但是 其實 我自己去過這個位 其實這個位 如果是一個行山角度來講 它也是一個挺漂亮的地方 而且也挺 溪的中間 即是山谷裡面有一個溪 突然之間你走到山的半腰的時候 有個水潭給你 還有一些小橋流水 你多數都下去洗一洗臉 浸一浸身 都是會很漂亮的 其實說真的 我不知道有一個猛鬼 不過呢 我聽完這兩個死了的小朋友 然後我就記起上次 我們經過 看到一些好像精靈的物體 我不是現在才講的 早很多集已經講過 我懷疑會不會是死了的小朋友 就是走不了 其實就不是她講的 什麼精靈 可能就是小朋友 死了 因為她真的剛好那邊 有個燒烤牆 然後用一些石椅 那朋友就真的說 看到小朋友坐在那裡 不是吧 是啊 他們當時知不知道有些什麼新聞 不知道 他們是年輕人 就是我玩的那些全部都是硬崩崩的 年輕人 我不肯跟老爺玩的 就是我的體力好 那那個位置是要走多久 就是當你停車後 要走多久才到那個位置 說真的 你也能走到的 是嗎 是嗎 紳士旅程 就不難走的 就是 譬如舉例 我想我們晚上 二十分鐘之內可以走到那裡 包萬鬼 包萬鬼 好啊 八萬鬼 多久沒有去過 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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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次無意中去 就是逛逛逛逛逛 那些年輕人說 喂 也在那裡 好啊 就去 是 飛車檔 是啊 那一陣子 死亡之後 這個地方都有些邪惡 是 有一幫人 晚上不知道是否去探靈 是 於是聚了一幫年輕人 晚上經常在那裡出門 搶人 後來 那些村民 就叫警察 走上去抓人 維持治安 那樣 就是不要讓人在那裡搶東西 但是他死了很多人 也都 看過有鬼的人 是不計其數的 久不久都有人在那裡 說那裡有鬼 但是 我想回上次 真是恐怖 我看到的東西 如果你有些 看到鬼的人 想去探 探 那些 警訊之花 那些 但是不要 你不叫他那些 為什麼 他很正經 他那個人 他那個人 是啊 不敢跟他說壞事 他很正經 他會罵你嗎 他會罵你 我不要說過 敢想嗎 敢想嗎 他很正經 是嗎 就是跟他說 咬文雀字 你好 今天 我們吃個晚飯 不如 我覺得你這個人還沒跟他熟 你一熟 你就什麼都會說 是嗎 是嗎 你是未夠膽 未跟他熟 不敢 很老直 有沒有那些 看到鬼的 看到鬼 那裡真的可以去一去 因為那裡沒有很多人去過 那裡有鬼 我們休息一會 第二次再說